各位婚宁的鄉親,大家好,我是欣欣蜜,歡迎收看今天十月三十一號禮拜六的婚宁新聞 100坑九年度,國民小學迷你卡丘賽 今天是在投庫頂麥公國小基本婚宁中的比賽 欠總共四十九季端午四百五十名小朋友做會參與 到九年比起是新中了總共兩歲 幾台套過迷你卡丘的賽事 可以欠多少家長和小孩來踩卡丘 就算拿身影子卡丘的高有地震,也在當館來卡丘的運動風氣 為了獲得這次的國民小學迷你卡丘比賽 在卡丘中的小朋友每一個都很批評 八重球立即去求問 現場的氣氛是很緊張的更刺激 我們好厲害在踢足球 你覺得踢足球好玩啊? 超好玩 你明天要不要再參加? 要 踢足球 腳我一直替踢足球 你明天要不要再踢足球 有 一百零九年 國民小學迷你卡丘比賽 今天在徒古町買公國秀 留在開賽 雖然是迷你卡丘比賽 但是無論是比也只會做人員 都是很專業 也因此去應很多外觀市民眾來參加 比賽人數和今年比起來是新中總共兩倍 我覺得我們雖然是嘉義線 但我們都很支持 所以呢 在我們的教練 有說要足球賽 我們就立馬報名 把足球給推廣出去 那也希望說我們現場這邊跟教育處 能夠協助我們一起推廣這個足球活動 那今年參與的人數超越以往 去年才18組 那今天有49組 就表示去年辦得非常成功 那很多的家長對於小朋友來踢足球 他們其實非常支持也非常肯定 那所以呢今天有大概將近一千人齊聚在馬光國小 不只是參賽的血統超過500個 包括我們所有的家長 那都一起蒞臨來為孩子加油打氣 除了辦理明年卡丘比賽 官來目前也有辦卡丘輸主百分贏 期待透過百分客廳 來改善官來輸主和教練不足的問題 目前雲林縣的足球教練的部分 就是相對的比較少 專業的教練會比較少 所以我們要去推廣學校 我們也需要教練 所以會針對足球教練的演習的部分去加強 然後再來就是裁判的培養這樣子 他就是希望能夠把雲林推出去全國 讓全國可以看到雲林縣的足球的發展 期待透過迷你卡丘比賽 來去應金家座的家長 和金仔來勝卡丘 就此提醒金仔的卡丘迪士 大當關來卡丘的運動風氣 記者聽破音 採訪報道